表妹快起来了 咱们好像来到了传说中的聚怪国了 聚怪国 聚人国我就听过 骗人呐 别吵我睡觉 就知道睡 算了 小表妹你快看 母猪上树了 哪里哪里 我还没见过母猪上树呢 没有啊 表姐你骗我 你还好意思说 刚才要不是我在 你就被这老头抓走了 谁这么大胆抓我小表妹 难道是你 这什么暴行啊 放过我 我没有恶意 快说 我们怎么会来到最聚怪国的 喂 我们就把你活埋了 倒下饶命啊 我们只不过是受怪之命 把你们带过来 平时你们老是欺负怪 他们要报复了 倒下动手吧 懂懂 这里的生物受到某种能量影响 变得十分巨大 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 必须得击败那一技的boss 不就是生存难怪吗 说得神圣话话的 没一句话是重点 不说了 直接活埋 表妹 我看天色不早 咱得赶紧安定下了 突然都不知道会出什么养儿子 妖精说得对 我看了看 附近似乎都是小木树 一眼望不到头 可怎么怪也这么重啊 妖精你快看 前面那只boss大好像大了一圈呢 哦 no 估计是过年次太多次爬了 这次爬不怕的 跟我来 不对劲啊 小买买等等 别靠他们太近 我一定还不清楚呢 哇 boss大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要不信和河给我玩了 好啊好啊 你过来 哎呦呦 直接把我炸飞 脑子哪能帮人 我都想这么大了 地牢都给你炸出来了 巨怪国 难道埋在土里的家伙都是真的 我不要 这里祭司 够他不如整身参照 让开他们走 当心给雷屁 脑子都是提前祭司 我们来何去何从啊 哟 来了几只小蚂蚁 别过来 祭司我打不过 但是野人还是有日有余的 哼 不自量力 打不过就别选强了 快跑 没想到我们将融融于此 要求我咽一下这口气 野人都跟气不到我们头上 哎 天到好轮回 仓天月要过谁呀 小妹妹 我们分手行动 你去找遗迹 我去找地牢 拿到需要的物质 什么都好学 好嘞 回见 这次就比以前的 要大胜个三倍 到什么等 我打不过野人 还打不过你呢 2000年后 他真的以为我好气候啊 走了大半天 总算发现祭坛了 确认是有识相的 可以召唤一戒 呼叫表姐呼叫表姐 我发现什么样 速度过来哦 收到收到 我也不能浪费一分一秒 心态底下掏空了 宝箱什么的 一个个不能逛过 乱戴而归 记住大概的位置 任务达成后 就可以到处榴弹了 奇怪 绿林怎么在用火锅 是荣言之受 他们怎么在这里 慢慢接近他 似乎对我没什么敌意 我好是能把他们收入门下 那岂不是不用担心给欺负 外外 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小弟 去想喝辣随你 我决定都强者 除非你打败我 打败你 那岂不是有时候就想 看着我一见长毛 不过如此啊 跟脑痒痒似的 我疼死了 怎么这么硬啊 真丢人 但我没来过 好家伙 这前面啥东西啊 哥斯拉祭坛吧 如果我真心祈祷 不知道能不能获得 强大的力量 拜托拜托资予我力量吧 我不想给野怪欺负了 看你如此诚心 就给你这个机会 嗯 这牛好想听到我都导购了 哇塞 我给你做多事啊 我没在做梦嘛 箱子里面的东西 也是副送品 狙击枪 各种各样的神器 我不客气都拿上了 有了这身装备 活着逃连这里 还是有希望的 哇塑